首先的話,如果我不想說 去鎖,比如說一定要鎖3,然後鎖A 如果換成column怎麼做 首先其實原理原則都差不多,只是說把B3跟A4 換成是column跟Row的函數而已 那首先當然你可以按部就班來,第一個當然你可以 先 產生前面的這個 前面這個數字的話可以用 插入函數,裡面找到查閱參照 這個地方 查閱參照裡面應該是第幾個 第4個吧,這邊有column,column就懶的意思,按確定 當你只要按確定之後,它會得到2,可是我要1怎麼辦,沒關係,我要-1 OK,打勾 後面一樣,再去串接,串接的話就end end一個乘號,所以那個乘號呢 那我可以預先先在旁邊這個 可以把它Ctrl C 先複製一下 然後再到這邊,跟剛剛方法其實是一樣的,end 然後呢 把它用貼上,前雙引號貼上 後雙引號,end什麼呢 再來的話end應該就是那個列 所以列的話呢,我剛剛講過 那當然 如果你還要再加一個的話,幾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直接打啦,你可以直接打ROW 你大概記一下,它就是這個ROW,把它點兩下 它會給你前刮弧 那後刮弧怎麼辦,補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打勾的話,它會出現是乘4,所以怎麼辦,記得把它-3 打個勾 OK 好,那這樣子就 相乘結果就有了 那再來end什麼,end等號 然後再end什麼呢 end的相乘結果 那兩個怎麼相乘 其實 我比較推薦是用前面這個公式 Column1 end 但是實際上要把這個end 這個乘號end 加減乘除那個符號 所以把它Ctrl C 然後呢,直接貼到後面來 那記得喔,把這個end這個符號 Delete掉 改成一個乘 有沒有,新號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打勾看看 不對 結果怎麼會 相乘 那為什麼出現這個問題呢 應該猜得出來吧 因為呢 運算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 他一定會有 有沒有,還記得吧 那個 那小學有教吧 先乘除 後加減 對不對 但是問題喔 我們這個地方,因為有乘嘛 前面有減 他一定是先什麼 先幫你乘完之後 再去減嘛 所以得到結果不對 那怎麼辦 記得喔,先把 這個Column-1 有沒有,記得加個刮弧 有沒有,把它刮起來 意思是說 你這個要先做 然後呢 Raw-3也要先做 做完之後再乘的意思 這個可能比較囉嗦一點 就是你要 先把Column-1之後喔 再去乘上Raw-3 好,那這樣試試看 理論應該OK了吧 打個勾看看 就OK了 這個應該就最後的結果了 那接下來你想說 好,那剛剛不是會有鎖 什麼 那個3跟鎖 A 那可是這上面完全沒有 任何的 這個儲存格,那怎麼辦 其實就跟各位講喔 直接向下向右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 結果也不一樣 結果應該一模一樣吧 一模一樣有沒有 那差別,最大的差別 實際上就是 你就不用那個儲存格位置 而 是說把這個地方 本來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應該是B3 B前3 有沒有 那這個位置的話呢 是什麼 應該是 A4 A4前面 A前面加個前 那因為如果你覺得這個很障礙的話 那你不如改成Column-1 結果也不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差別 其實這一題來看喔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好,那 這個部分請各位 試試看 改成Column-1 看一下 雲端上應該我好像有放那個 參考的答案 看一下 就是在 雲端白板的108 第幾頁 第6頁這邊就有了 就這個公式啦 好 那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再進化成那個 就是VBA程式 我希望在這邊寫一個VBA程式 然後這個程式的結果就是說 按下它 這個範圍 可以自動幫我把 1到 9乘9 全部 另外 多做一個按鈕 清除 按下它 自動把範圍清掉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程式應該這邊就有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名字 谢谢观看